中国再爆发大规模对抗 这次意义不同 中国青少年失踪背后真相 全在这两个字 汪小飞要赴台湾开战 突然变卦 律师发话 匈牙利总理一条围巾掀起外交风波 观众朋友好 欢迎收看希望之声TV两安药文 我是王静怡 今天是11月23号星期三 我们来关注今天的消息 中共官方发布的新增确诊病例 这几天呈逐步上升的趋势 北京 河南和四川都出现了死亡病例 外界认为中共的数字都是作假 选择什么时候发布 发布怎样的数据都有政治目的 目前当局似乎是在为进一步的封锁做铺垫 不过和三年前相比 中国局势已经显著不同 如果中共再来一次大封锁 可能引发更广泛的社会动乱 经济崩溃导致政权垮台 11月22号 河南省郑州市富士康工厂再度发生大暴动 上个月底 富士康数万工人大逃亡 为解决工人短缺的问题 避免苹果产业链外移和经济雪崩 河南地方政府大量的招募基层干部 党员和退伍军人到富士康工作 但就在22号的晚间 富士康从全国各地新招聘的员工 在门口聚集 要一起冲出工厂 警察到场镇压 双方隔着工厂大门交手 工人为阻止警察进入工厂 把大门点燃 警察用高压水枪灭火 并用扩音器警告工人 立刻返回宿舍 不要和极少数不法分子为伍 好几个现场直播的人被封号了 有消息说 警察动用了催泪瓦斯 工人们用灭火器反击 直到23号的清晨 对抗还在持续 有人透露事件起因 是新员工到场后发现被骗了 两大承诺没有兑现 一是违避免交叉感染 招工时原本承诺 新老员工分开住宿 但实际新老员工混住 并一起上班 二是新员工被要求重新签合同 而新合同的条款和招聘时的合同不一样 这次大暴动最值得关注的一点是 参与者中有大量中共体制内成员 包括基层干部和党员 有网友因此把他们比作是陈胜吴广 陈胜吴广本来是小军官 带着900名士兵去戍边 途中因为想到逃也是死 做大事也是死 不如干脆做件大事 于是揭竿起意 听起来和富士康造反的基层党员干部 确实是有点相似之处 富士康事件反映中国封锁三年来 民间的怨恨怒火积累到临界点 只需要一个火种 火山随时爆发 此外 清零也让中国经济进入了冰河期 台湾政大国际关系中心资深研究员 孙国成教授 在政经最前线节目中提出 有人流才有金流 有金流才有经济 封城政策让中国面临多发性经济风暴 人不流动就没有消费 企业就会倒闭 就会出现裁员失业 裁员后收益减少 出口就会锐减 外汇就会因此减少 人民币就会开始贬值 宋教授列出大概有14项经济危机 正多点产生连锁式爆发 既然如此 习近平为何要坚持清零呢 宋教授认为 他的目的是保政权安全 借防疫实现对全社会滴水不漏的控制 例子之一就是全民电子健康码 就是从清零等局部控制 进展到全社会的极限控制 宋国诚分析习近平的性格 认为他对权力极度的偏执 哪怕是四连任 甚至实现终身独裁 习近平都不会觉得自己是安全的 只有永远处在对权力的追逐当中 才能实现自己心里的安全感 这也就是习近平坚持动态清零 不断封锁社会的原因 近一个月来 湖北 四川 广东 江西多个省份 发生离奇青少年失踪案 中国拥有全球最多的监控摄像头 大数据 人脸识别 以及健康码 行程码等监控手段层出不穷 但青少年失踪却频繁发生 很多网民质疑 这可能与中共幕后操纵的器官贩卖黑幕密切相关 原中共卫生部副部长黄杰夫的一段采访视频被翻了出来 黄杰夫承认 中国一直在强迫摘取死球的器官 器官移植成了一个灰色地带 我们国家一直是用死球器官 你知道器官移植成了一个灰色的地带 老百姓不敢说 医生也不敢说 而真正让人后脑发凉的还不止这一点 中共早已经悄悄把共体来源扩大到良心犯和普通百姓身上 中共官方数字显示 每年器官移植在1到2万之间 但有数据机构根据现有的移植中心的数据 病床数量与周期率估算 中国每年实际移植数量约在7万到10万之间 在国际开始关注中共相关罪行之后 许多证据被销毁 但其中一部分被及时保存下来 在下面的这段视频当中 天津曾经有一个号称亚洲最大的移植中心 仅肝移植一周就完成12例手术 病人平均等待仅有短短的两周 一个专门招揽外国人到中国做移植的网站 2004年在线问答被存档了 其中强调他们提供的都是活体移植 活体这两个字可能就是大批青少年失踪的真相 在这个前提之下要实现庞大规模的手术和极短的配对时间 这背后必然有个庞大的共体库 11月22日 有医学背景的旅美时事评论员恒和 接受自由亚洲采访时指出 中国仍然在使用死囚犯器官 但是数量根本无法支撑起中国庞大的器官移植需求 恒和说 参看美国的捐献数和实际移植数的比例 中国每年最多只能负担起几百例的手术 但实际手术数量庞大 这中间就有一个巨大的缺口 这就可能造成犯罪行为 但中国的问题是官方是纵容这种行为的 2006年法轮功学员率先披露 在中国关押的法轮功学员遭活摘器官的现象 统计数据也显示 中国器官移植业自从2000年迫害法轮功开始 呈现爆炸式增长 恒和表示 这些年来中国的移植业依然是疯狂发展 因为背后有太多的利益 扩张到后来 就必须到法轮功群体之外去找供应来源 而在社会上 愿意捐献的数量又很少 因此 普通中国人被其盗取器官 是对法轮功学员的迫害和活摘器官罪行的一种扩张 汪小飞因为被前妻大S指控 急欠500多万元的生活费 火力大开 与母亲张兰一起在网上炮轰S一家人 还放话要在11月22日将赴台湾与大S正面对决 不料却只是虚晃一枪 22日当天 北京和台北都有大批的记者和自媒体人到机场 准备捕捉汪小飞的身影 但是全都泡汤了 自由时报说 中国的狗仔队爆料称 汪小飞因为签证问题上不了飞机 台湾方面也证实汪小飞确实没有搭上飞机 22日接近午夜 汪小飞又发微博说 收到了徐妈妈的留言 希望她别再放话了 汪小飞表示没有问题 并捎带脚又把S家骂了一通 只不过是词不达意 外界不清楚她到底是针对大S还是小S 很快汪小飞又删除了这篇贴文 汪小飞因为没有履行离婚协议 被大S向法院申请强制执行 查封汪小飞在台湾的资产 对此汪小飞在微博公开过去一年支付的开支 并表示本人不想在另外付家用和电费 就这么简单 外界认为大S的律师赖方玉 在离婚事件中帮了大忙 也有人怀疑说 汪小飞难道没有律师吗 不过台湾的八毛律师在脸书指出 汪小飞的律师其实是很资深的 但关键是汪小飞太蠢了 因为她的个性就是欢起来 律师也拦不住 匈牙利总理奥班21日在卡塔尔观看 匈牙利和希腊赛事的时候 佩戴了一条大匈牙利围巾 掀起了与乌克兰的外交风波 乌克兰要求奥班道歉 并召见匈牙利驻乌克兰大使 表达强烈抗议 奥班的这条围巾上印了地图 把罗马尼亚和部分乌克兰国土都纳入了匈牙利 11月22日 乌克兰外交部发声明指出 我们正在等待匈牙利方面的正式道歉 和对侵犯乌克兰领土完整的反驳 欧洲议会 罗马尼亚议员米图塔 也在事发当天即发表相应的声明 提议欧盟领导人比照对付俄罗斯总统普京一样 对奥班施加制裁并予以孤立 自由时报在相关的报道中提到 奥班是匈牙利国家主义者 自2010年上台之后 持亲中共同时亲俄的立场 以上就是今天的节目内容 今天看到一段视频 说当下中国人最要不得的两种情绪 一是为自己从来没有参与过的事情而感到骄傲 第二就是仇恨一个自己从来没有见过的人 这两句话您可以仔细的品味一下 而当下的中国人却能对眼前发生的事情视而不见 网友说丹麦童话故事里有一个卖火柴的小女孩 如今共匪声称的泱泱大国却容不下一个小女孩卖气球 这两天看到这样的视频我心里总会犯出一种声音 党国没把你拆了零件卖钱你就偷着乐吧 这或许是不是赵立坚一语成谶中国就此就进入了能活下去就偷着乐的时代了呢 对于今天的话题您有什么样的看法呢 欢迎在留言区说一说 我们下期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